谭红 刘军28岁 林乡人 水电安装工 谭红的丈夫 有声有色有滋味 请看天天故事会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一幕呢 发生在2009年的农历7月初八 咱们故事的主人公谭红是到丈夫刘军做事的地方 来找一直对自己和女儿不管不顾 甚至于七夕节都不回家的丈夫 却意外的看到自己一直怀疑的李花在丈夫身边 于是呢 这谭红气愤不已 动起手来 在和李花的争执拉扯中 谭红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面对这场纷章 作为矛盾焦点人物的刘军 仿佛置于身世外 她并没有任何护住妻子或者平息战火的举动 李花一直否认与刘军有不正当关系 谭红想拉着刘军三人当面对峙 可是刘军显然不想介入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政治 挣脱开去继续干活 就在这时 在争执中一直表现得似乎很理直气壮的李花 趁着谭红不注意溜出了房间 坐下谭红不注意溜出了房间 你别吵了我 站在 妻子情人不期而遇的闹剧在夜色中无果而终 余怒未消的谭红又跑回来 紧紧抓住丈夫刘军 一直不肯放手 你喊着过来吧 我进去喝五两瓶的花 我进去喝五两瓶的花 这麻烦都给我什么样子都给你的 上到鸡吧 我是钢去的 我是钢去的 你把这个准备 你给猫了吗 你给猫了吗 给你干净两瓶吗 我猫到谁给你拿着 那你自己在空一瓶 我给你搞 我要什么我比完 我给你四年我就白搞的了 你上到鸡啊这里是 你看你屋里有什么交互啊 我给你四年就是我白搞的了 我再也白给你新的了 你就白叫牙子 你喜欢过小唐吗 没喜欢过 那你为什么不还结婚呢 没结果分呗 想结婚呗 你还不结婚三个一公里 要吗 那两个一公里 那两个一公里 我给他问他就知道 他要问过 你赞一笔子 他不是有情供呢 有情侧别过的吧 有情侧别过的吧 你听我说完以后 你再把握一件 你要你的青春三十费 假如我是个八十四的老头 取了你回去 那你向我要你的青春三十费 这个是 理所当然 你去的你应该不上个呗 我去的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你就是他上别过的金子 是吧 我去干涉他 他不是也是养的你不咯 你不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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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无法不停 你带下吧 我爱一个去吧 没结过婚想结婚 游戏该结束了 这种不负责任游戏婚姻的话语 从一个婚龄四年 有老婆有女儿的男人嘴里说出来 让人觉得分外刺耳 按照谭红的说法 节目开头 那个跟谭红发生争执又逃之夭夭的李花 只是这四年婚姻当中 丈夫多次出轨对象中的一个而已 这四年来 或者说 从跟丈夫谈恋爱开始 谭红就一直对丈夫泛滥的情感围追堵截 却又无能为力 你说婚姻本该是两个人携手共同寻找幸福的城堡 为什么变成了一场对抗赛呢 刘军一直在工地上做水电安装 吃住都在工地上 2009年2月 谭红关掉了湘潭老家的理发店 带着两岁的女儿来到长沙 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 借此挽回婚姻 但是刘军根本就不答应与妻子女儿同住 想守住丈夫的谭红 只好借住在亲戚家的工地上 工棚里凌乱不堪 挤满了工人 出于照顾 亲戚在一间空房子里 用柜子隔出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卧室 供谭红一家人居住 谭红说 自从来到长沙 丈夫不仅不愿意跟他们同住 也没管过母女俩的生活 一个月都难得来一次 对女儿更没什么感情可言 他就没经过做父亲的责任 真正的 怎么说呢 他主要是不管死他 只能不能小孩子 那天小孩子扁到里发炎了 少一阵子 少一阵子 我在网上去看了才知道 他跟那个女人去海里四天玩 我带着小孩在家里 在一半夜的发烧 他老是发烧 我齐得不得了 为了维持生计 谭红这一到长沙 就把女儿全拖到附近的幼儿园 自己找了一份在酒店里当服务员的工作 不过不久前 谭红开始转孩儿学起了足语按摩 那你为什么会想去学足语呢 工资高 我就没有别的 我就学的工资高 你要冲你这一点去的 对 你看现在不是天气娘的吗 我又得跟她买衣服的 然后幼儿园又交钱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累吗 这样子被人带想 累 但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一想到她就不累了 当感情不在 这段婚姻更像是一块没有灵魂的躯壳 而曾经她们那样炙热的相爱过 这也是谭红割舍不了的原因 谭红和刘军是2005年 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是老乡 在深圳举目无亲的谭红 在心理上对刘军本来就有一种亲近感 再加上刘军的热烈追求 谭红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但是恋爱不到半年 谭红就发现刘军的热情 并不是只对她一个人 而且我们两个没在一起的时候 她手机整晚都是开机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去那边的时候 她手机就关机 我就觉得很麻烦 为什么 然后我真的还睡了以后 人都是很敏感的 是不 等她睡了以后 我就去发到手机 我就说 她就说陈妮 亲爱的陈妮生病 她说她很想你 怎么怎么怎么的 既然是你们还没有结婚 你就发现自己可疑的信心 你那时候就可以容忍吗 既然以身相许了 也就意味着要托付终身 这是谭红不与刘军计较的最根本的原因 于是在相恋一年之后 谭红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 与刘军在深圳登记结婚了 但是宽容换来的不一定都是美满 结婚不到半年 谭红就发现刘军仍然跟其他女人 保持暧昧的信息往来 从谭恋爱到结婚 丈夫一直和别的女人保持着暧昧关系 谭红却依然期望着有了孩子 年纪大了以后 丈夫自然会收心的 这是因为谭红认为 刘军之所以对感情会这么随意 跟她的成长经历有关 刘军在五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 是父亲一手将她带大 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再加上十几岁就置身在外闯荡的经历 让刘军养成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 谭红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自己的管束 假以时日 丈夫总会收心的 于是呢 2007年5月1日 也就是在两人领结婚证一年之后 怀胎三月的谭红 带着这种美好的夙愿 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到娘家 他们按照农村的风俗 补办了婚礼 婚礼过后 刘军去了深圳继续打工 谭红则留在娘家安心养胎 在之后长达七个月的分离中 谭红对丈夫的转变充满希望 然而当小孩出生半月之后 回到家里的刘军 就给正在坐月子的谭红 狠狠地泼了一条冷水 然后来那天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洗澡 什么带着手机 睡觉呢 把手机放在整个底下 等她睡早了以后 我就偷看她的手机 我的手机就看到她 她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反正说小小啊 她用了一个视频 把她拍下来说我爱你啊 什么什么的 但也拍了一个女孩子 没穿衣服 我就发现了日期呢 我们是5月1号结婚 5月2号回门 5月3号她去深圳 日期是5月6号 也就是说 刘军在刚刚举行完婚礼 跟妻子分开仅仅两天之后 就在深圳跟别的女人 拍下了亲密的视频和验照 而当时已经身怀六甲的谭红 却在为尚未出世的孩子 省吃俭用 我们结婚这女孩 七千块钱在家里嘛 就我就打算生小孩用了 我就很舍不得 当时 因为我老人家 条件很好 我也很舍不得 这假的成了 我很少吃的 那是淋湿的 我基本上就吃苹果 去检查的时候 我好像 5个月的时候 小孩子牛娘 一直说不行了 你要增加营养 直到谭红生下女儿 半个月之后 刘军才回到谭红身边 谭红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一步步妥协退让 换来的竟是丈夫 变本加厉的背叛 不过这时的谭红却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谭红会这样逆来顺受 父母女儿固然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谭红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对她来说 婚姻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放弃的符号 结了婚就意味着 一辈子 我觉得是我自己她看着我 就得到婚姻了 其实我跟她结婚了 我才没想过 我不愿意一个人知道 你想哪个女人会去想结结婚的 还会有第二次婚姻是不 从谭恋爱到结婚到生下了女儿 刘军像是一个情感上的浪子 从来没有停止过漂泊的脚步 谭红却是一退再退 委屈求全想挽回婚姻 2008年10月 在双方父母的干涉下 刘军从深圳回到长沙工作 不久 谭红也带着小孩从家里赶到长沙 谭红以为从今以后 夫妻俩再也不用分居两地了 情况就会慢慢好转起来 谭红怎么也没有想到 尽管夫妻俩到了同一个城市 刘军总以要住工地为由 不和母女俩同住 正当谭红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次无意间在丈夫的QQ空间里 发现了刘军跟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就是节目开头的李花 除了照片 谭红在QQ空间里 还找到了照片上那个女子的联系方式 我就点击了那个女人的空间 然后在那里面就发现那女子住青山 然后她是开了按摩院的 就发现上面有她的手机号 我当时我就很生气 我打手机号我过去了 她问我 我是当时我就说 我是找工作了 你找工作的结果 我说我问一下你现在多大了 她说三十几岁啊 我说你结婚了吗 她说我离婚了 我说你有个小孩吗 有个小孩 她说你好像是常妇科的人 怎么会这么多呢 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说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雅浪她老婆 你是她老婆老婆呢 你是怀怀的呢 还是哪里 还是神圣的呢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是在明明镜去的呢 那女人就觉得很好笑嘛 你跟那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啊 当时她说这些 肯定不好受了 心情好难受 我就会老婆偏了我 为什么与别人的丈夫拍下亲密照 面对结发妻子的追问 李花竟然如此有恃无恐 心有不甘的谭红 又发信息过去追问 可是接下来李花发来的消息 给了谭红当头一放 其实对我来说 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虽然金钱上没付出多少 但感情上真的是付出了 人活着一辈子不就是开心幸福吗 我想问你 你如果看见我和你老公在一起 你会怎么办啊 短信中每一个字都像真一样 刺痛着谭红的心 谭红这时才意识到 这个姓李的女人 是因为有了刘军 在情感上的支撑 才能这样得意忘形 此时的谭红对丈夫 仍然抱有一丝幻想 于是2009年农历7月初期 在这个传统的中国情人节 她给自己下了最后一次赌注 七夕之夜 谭红在家里苦苦守候 可是丈夫深夜仍然没有回来 极度失望又心有不甘的谭红 甚至在三更半夜抱着孩子 找到了丈夫情人的注重 一眼睛认出来的 我老个人一肩歪套 洗手歪套 当时好傻耶 我打那个女的手机 我不会在 我当时傻到不知道 我要是在里面去停 在门外停 停到女的手机下 我就能确定她们在里面 如果你当时就抓了她们两个在一块 你会怎么样 生气 生气又怎么样了 不知道 第二天 谭红来到丈夫做事的工地 却看见丈夫的身边站着礼花 于是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头的爱一幕 你给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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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回家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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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外面跟别的女儿在里话 你觉得内疚吗 对她 就是觉得内疚啊 所以就没办法 在明白的吧 所以说对大家做这个快点嘛 看赶快快点 她也找一个 我也找一个 趁到我家 现在还要等着我 趁着就在了 你是因为看她生了一个女儿 那不是 那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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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因 男女是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 我女儿我还看得比较重一些 你现在同意跟她一婚是吧 我什么时候都同意啊 什么时候都同意 对 没有一点留恋 留恋一个 我我女儿 你不怕我小爸 你跑什么呢 你跑什么呢 不怕可以 我就可以不要的 我那是不要豆腐 不要的 根可是的 什么根啊 本来就是我的 你跑了吧 是你根啊 不要的 我什么根都不要 要不 要不 可以没赢的吧 你要什么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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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要是 我当时要不冲赢 哪个是吧 你不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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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洗到冻了 我怎么样啊 那怎么看着我呢 我拿出来 坐在茶馆里 看着对面这个四年来屡次背叛自己的男人 谭空无法平静 而面对谭空的质问 刘军也是振振有词 对于这段婚姻 他似乎也是问心无愧 为什么你不冲啊 你可以跟我说说你的衣服 你又不冲啊 我是在搭进检查的 从小时被我父亲关坏了 什么时候都没移住我 所以他那种爱我的方式吧 我接受不了 我三件东西我不希望别人弄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钱包 一个是区别号码 你觉得他管你管的太多了 对 对的 我跟他讲过 我说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都很会有分寸的 你还是要适当的 像那个衰牛一样的 你不能给这么长的绳子 你适当给长一点绳子 你就是因为他管你管的太多了 所以你就很烦呢 是吗 很多方面的原因都有 嗯 嗯 加上我们之间的哥哥 就是四年呢 大家一起的事情太少了 你觉得你跟个娘子在这蛮好的 我是跟我蛮好 跟他以后来晓得了 有的是关心的 以后我以后我跟他们说 我说个三十年 刘军既觉得妻子 待在身边的时间太少 又觉得妻子对他管束太严 两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让人不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在婚姻里 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或许他从来就只是把婚姻 当成一场游戏 我在老子平常的发疑发烧的时候 你给我的自个看个电话的 不告诉他我自个的 哎 这边啊 哎 其实对于离婚之后 刘军能不能按时支付女儿 每个月五百块钱抚养费 唐红也存在隐隐的担忧 因为刘军并没有稳定的工作 和固定的收入来源 那么女儿的存在 会给唐红带来不小的生存压力 可是唐红仍然坚持 要把女儿带在身边 反正没感情了 这孩子存在什么恨的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就是回去跟他离婚 然后我打算以后 我想到小孩子很欣慰 真的呢 你不抱苦吗 你不带着他 有很多负担 我知道 我知道我带着他 肯定很 以后的梦肯定很难走 但是我啊真的 你怎么样都走下去 对啊 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 证明什么 不看我老公 我一样能养活他 和刘军商量好 离婚事宜的第二天 谭红就带着女儿 回了一趟宁乡 关于女儿离婚的消息 谭红的母亲在心疼之余 更多似乎是如释重负 刘军的家在宁乡 家里还有年迈的父亲 谭红决定 到刘军的家里 最后一次去看看公公 老人西下只有刘军一个孩子 早年丧偶之后独自把儿子拉扯大 判的就是儿子生活能够幸福和睦 可是闹到现在这个局面 老人又气愤又难过 却又无能为力 临别的时候 刘军的父亲极力挽留儿媳妇 对孙女也是格外不适 虽然是汤 你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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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不要了 你来呀 我不要了 你来呀 我去 你来呀 那是爷爷的 这里是爷爷 是爷爷 这个爷爷在那里看着你 他爷爷在那里看着你 中文字幕——YK 刘军的四年婚姻应该说是谭红人生的一次孽 当他一次次遭到丈夫无情的背叛 当婚姻名存实亡 他拿出合法妻子这张法律给予的护身符去捍卫自己的婚姻 却没有想到没有了感情和责任 婚姻只是一指空壳 对婚姻谭红无疑恪守着最为朴素的信念 责任和忠诚 这也正是他的丈夫刘军所缺失的 于是这个本分传统 却又对婚姻迷信和愚衷的女人 在一个不愿担当责任的男人布下的甜蜜陷阱中 做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噩梦 我们欣慰 梦醒时分 谭红依然还保留着一颗明朗乐观的心 我们忠诚地祝愿他 能够一路走好 当然在这里要奉劝刘军们 请你们担当起婚姻的责任 维护婚姻的底线 这也是维护你们作为一个男人 最起码的尊严 谢谢大家